兩位男子在超商前發生爭執 這當中可以看到身材魁梧 身穿黑外套的男子一氣之下 推了白襯衫男一把 戰火就從這一刻開始 兩邊發生扭打 一路打到監視器死角的地方 等到雙方再度出現在鏡頭前 只見黑外套男彎下腰 看起來呼吸有點困難 沒想到他送醫之後失去呼吸心跳 警方獲報趕到嫌犯還在現場 看似還有很多話想說 立刻被上銬逮捕 通通回派出所說 雙方都是附近的保全 其中嫌犯工作地點 甚至距離現場不到三十公尺 而當時兩人就是在 超商門口吵了起來 過程中被害人一度 還有進到超商來求助 前前後後拉扯了將近十分鐘 案發就在大年初三的清晨六點多 因為是盧州長樂路上 死者是四十二歲的送信大夜班保全 準備叫車回家 結果就在超商前遇上了 五十八歲的誠信嫌犯 被對方搭訕 要不要跳槽一起工作 拒絕了也沒用 不斷遭到糾纏 兩邊一起發生口角 過程中嫌犯拿出鑰匙攻擊意外 就這樣發生 事後檢察官在報驗時 發現死者只有頭部一處傷口流血 其他沒有明顯外傷 懷疑可能是腦溢血 但還得要等到月底解剖後 才知道確切的死因 檢查嫌犯有妨害自由恐嚇 以及公共危險的前科 這回疑似缺人手 上班太累人 結果挖腳 釀成人命 農曆年都得在勞里頓 TBS新聞 上一張 吳欣彥 新聞新聞報導